今日俄罗斯网站10月31日文章 原体中国如何向美国的亲密伙伴示好 以及为什么能奏效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近日访华 两国将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 中国已在全球建立100多个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术语通常表达了对长期稳定和互利伙伴关系的承诺 标志着两国有一些共同目标和利益 中国的一些战略伙伴可能是美国的盟友 甚至是近年来曾敌视中国的国家 但北京方面认为 建立这些伙伴关系对确保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 挫败美国长期孤立中国的企图 以及为发展开辟道路至关重要 与哥伦比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个有意思的进程 南美或者说整个拉美 是中国21世纪外交活动一个相对新的领域 直到不久前 美国还将西半球大部分地区 当成自家外交后院 并以政变和战争的形式蓄意干涉 哥伦比亚就是这样一个被美国控制的国家 甚至成为美国在美洲的最亲密伙伴之一 美国着力将该国置于势力范围内 以控制和开采资源 让少数亲美精英阶层富裕起来 大多数人仍生活在贫困中 然而变革之风以席卷拉美 过去几年 由于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剧 拉美大陆掀起左翼选举获胜的浪潮 哥伦比亚常爆发暴力示威 要求将亲美右翼政党赶下台 这些抗议活动使左翼总统佩特罗上台执政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 该国对亲美外交政策的重新评估 早在政府唤解前 哥伦比亚就越来越发现 中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合作伙伴 对拉美国家来说 与美国的外交关系通常是有利于 华盛顿的单项事务 北京则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为波哥大修建地铁系统 在一些西方国家寻求与中国脱钩 或所谓的去风险的同时 中国也在寻找新的出口市场 6亿多人口的拉美提供了大量机会 而中国也对拉美许多产品开放 例如咖啡 中国庞大的人口对咖啡的消费量越来越大 与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对中国的贸易发展至关重要 这不仅能打开新市场 还能令中国免受美国企图孤立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战略不再是依靠西方来实现发展 而是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新的发展伙伴关系 这些国家也因此有机会通过与中国的接触 推动自身增长 华盛顿的高压手段让该地区国家变得贫穷 令他们梦想破灭 如今 这些国家转向中国 在经历近两个世纪的门罗主义后 重绘地区版图 请不吝点赞 回答